他主要對火大 置人不明是講黃珊珊 以柯文哲的定義 就是你這個916萬嘛 三張發票代替零嘛 沒有這個事情 全部都沒有嘛 對 這個公司是誰的公司 是誰的朋友 誰的 黃珊珊的朋友 對嘛 柯文哲在自救 借黃珊珊人頭一用嘛 你過去曾經講 柯文哲雖然號稱智商157 有時候他這個政治智商 笨齒了 我想怎麼可能157 台大教授 也台大的醫生 結果我現在看到這個聲明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牟口公司第一個 李文忠也被約了 李文娟也被約了 結果你搞了一個聲明 然後說我一句合法 那我要問他 你這個聲明從哪來的 是誰叫律師發這個聲明的 你今天如果牟口公司 沒有一個大老闆 沒有一個主負責人 來叫律師敢發這個喊嗎 還有剛剛講的 今天柯文哲在這個 所謂的罪體商裡面講 我世人無名 用人不到 就是你說的 他知道了 問題大了 我今天聽到一個 非常有趣的笑話 就是我們的日本朋友 有十百名夫講的 他說他觀察 柯文哲的洗錢的手法 大概是日本大政年間的 舉人手法 大政年間是什麼 我查了一下 是1912年到1926年 對 落後一百年 二戰之前的 落後現在一百年 我告訴你 我們的日本朋友觀察 柯文哲整個作業 整個洗錢 整個搞錢的方法 大政時代 大政年 打工的年代 大政年代 所以說這麼多笨事情 你沒辦法解釋 日本人可以解釋 這是屬於一百年前的手法 對大家不要意外 第二個來講 柯文哲今天寫這句話 世人不明 用人不當 你不知道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歷史人物講過一句話 什麼話呢 軍非亡國之君 承接亡國之神 崇禎 崇禎講了 後來崇禎的命運如何 吊死梅山 這是柯文哲嘛 那你就講了半天就是說 跟我沒關係嘛 都是你們的錯嘛 對不對 世人不明又忍不到 但不是跟崇禎一樣嗎 但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說我被騙了嘛 他被騙了嘛 那我現在還原一下 今天的案情才精彩在哪裡 你知道嗎 其實柯文哲有一個習慣 當這個事情呢 抓到他身上的時候 他一定不是這樣 一定推出去 100% 推得很狠 他絕對不留餘地 他這幾個字就是要 他就是馬上在下面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已經把 你把這個黃珊珊跟李文忠 移送中平會 對 那移送中平會什麼意思呢 我跟你講他私下還在安排 要求中平會快點開會 這個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然後當天他離開了這個 這個黃國昌的直播之後 對 憤憤不平嘛 憤憤不平 因為他很簡單 他對整個事情的定義 我跟你說明一下 怎麼樣 他對這個事情的定義 就是說一件事情搞壞掉 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就是戴利林嘛 沒有戴利林 所有事情都沒有發生啊 有沒有錯 對 沒有戴利林出來抗議916萬 這個破口不會形成 這不是破口 這是犯罪事實 因為他講到916萬之後 讓北檢進來了嘛 對 北檢確定偽造文書了嘛 對 所以開始分案調查嘛 否則的話 北檢沒有辦法動啊 對 幕口我們 我跟宇謙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去談幕口 沒有用啊 916萬才是核心問題嘛 當你談到戴利林的兩家公司 李奧公司 916萬 要讓北檢確定 這個是一個偽造文書 丞案 開始調查了嘛 介入了嘛 那就是然後 剛剛宇謙已經講過了嘛 他更笨的就是說 把會計師送給檢察官嘛 那後面不得了了嘛 這個事情以柯文哲的定義 他本人的定義 他最火大什麼事情 就是你這個916萬嘛 三張發票 他叫戴利林嘛 對 那個李奧公司 兩家公司嘛 沒有這個事情 什麼都沒有嘛 對 那這個公司是誰的公司 是誰的朋友 誰的 黃三三的朋友 對嘛 所以他講了兩句話 沒有公開的話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嘛 他說這個事情 黃三三事先就知道 就可以把這個事情處理好嘛 因為戴利林有講 我打給黃三三 黃三三沒有處理 對 沒有處理好 然後沒有處理好 然後第二個還有隱匿不報 這兩件事情 所以這世人不明 是講黃三三 他主要最火大的 因為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黃三三搞好 所以才會直接送中評會 你說送中評會 搞不好他的不分區就沒了 我認為禮拜五的 中評會的結果 應該這個黃三三的不分區 不保的可能性極大 因為到目前為止 因為他送中評會之後就 他們的中評會 依照規定辦的 對啊 那為什麼他要送中評會 為什麼黃三三的不分區 可能會沒有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現在所有民眾黨的人 群情激昂最火大誰啊 黃三三 還有一個人啊 柯文哲 柯文哲要負責嘛 那黃三三想要誰負責 想要... 專木正負責 下午還跑去告 他告專木正什麼目的 推責任 救自己啊 自己救嘛 他知道禮拜五慘了嘛 今天呢 五告 上午沒有告 下午還要告 非告不可 我告訴你就不回來了 因為... 因為我就覺得很奇怪 人家檢查 檢調都已經搜索 都已經約台 你還告什麼 為什麼 為自己告 為自己告 所以今天的關鍵問題就是 現在柯文哲在自救 那怎麼辦 借黃三三人頭一用嘛 唯一的解決是這個方法嘛 是 老杰哥 剛剛我們節目 剛開始錄的時候 我還寫了個筆記 在我的這邊布置上面寫 我等一下你問我 我要怎麼跟你講 今天是繽紛七路 觀眾朋友今天就聽我講 因為現在我們錄影半個小時以後 狀況已經都不一樣了 繽紛七路哪七路 我現在很清楚講 把這個你聽得懂 第一個叫做木可公司 在哪裡 南京東路 就是民眾黨的 柯文哲辦公室的二樓 那因為木可公司在那邊 單據也在這裡就這樣畫面 所以第一個 繽紛七路第一個叫木可公司 第二個叫快進去事務所 上班的地方 東部就上的地方 第三個叫做尼澳跟時樂 那因為這兩家公司 雖然名字不一樣 可是它登記都在內湖 同一個地方就對了 三家公司四個住處 住的地方要搜索 李文忠 李文娟 戴麗玲跟端木正 他們四個人住的地方 也都被搜了 所以加起來 三個公司四個住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繽紛七路 好那觀眾朋友 今天有四個人是證人身份 被北檢約談 四個 第一個李文忠 另外三個是誰 第二個就是戴麗玲 那戴麗玲 他現在目前的狀況我不知道 那還有兩個人沒有對外公開 很可能 今天如我不講說戴麗玲 已經被約談 我們也不知道戴麗玲 而且戴麗玲不是今天被約談 他昨天就已經被調查局約談 就搞了半天 他約談什麼東西 還有我們不知道的人 戴麗玲現在目前看起來 至少我在講話的當下 不過等一下會變怎麼樣 或是我們大家觀眾朋友看新聞 那另外兩個人 會不會就是端木正 跟戴麗玲的助理 因為端木正的助理 也是可以登的 今天我們就好講 他也可以登嗎 所以這幾個人都是證人 可是證人不能戴律師 一旦認為你犯情重大 又或者是 你沒有坦誠不會的話 那就算被告了 那另外當然 柯文哲跟這個 陳佩琪還沒有被約 因為大家去告發他們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被告身份 被告身份不一定會有事 但是身份不一樣 就有戴律師沒戴律師 第二個 既然是證人 但李文中跟戴麗玲的助家 今天是同步被收手了 就代表什麼 代表檢調是有備而來的 他所有的東西 他不讓你等 剛剛宇軒講的很重要一點 我真的看不懂 政治上來講到 我也覺得 完全一點問號就是 你那麼重要的 對一個三組總統候選 拿到369萬票的柯文哲 你報仗有問題 你閉關兩天 六次都不出來以後 好不容易跟大家講 各位觀眾我們查清楚了 等那個記者會 現場發說 木可公司聲明大家傳閱一下 要關掉了 你到底是 你到底是 木可公司記者會 還是民眾黨記者會 還是柯文的記者會 對不對 提醒檢調單位 要趕快搜索約談 然後木可公司還能發聲明 代表 木可公司還有另外十字 可以影響的人 對不對 那是誰 所以我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沒有進到那個公司過 第二個 禮拜一 鍾小平才去告發 現在禮拜三 已經彬分七路 代表什麼 早就準備好了 早就在查了 甚至找到什麼 找到戴力林 米耀跟石勒 為什麼要頻頻發聲明自清 他們可能都有知道 所以你要當證人 好好把所有東西 都講出來的證人 你才能繼續當證人 所以顯然 簡單現在目前是出重手 什麼東西都不想放過 那當然我們中華民國 是無罪推定的 你要去看 第一層叫做 有沒有亂暴障 有沒有違反規定 可是 亂暴障只是其中之一 還有暴障的那個 所謂的商業會計法 可是如果涉及到 金錢的流動 是違法的部分的話 那又是另外的罪責 所以這事情才剛開始 還沒有結束 好所以言鳳你說 柯現在實際上完蛋了 而且你說柯現在是 三無老人 柯文哲其實自己犯了 非常嚴重的戰略錯誤 為什麼這樣子講 號稱157 結果在整個事件裡面 為什麼叫三無之亂 第一個 你在第一時間召開 你們內部的會議的時候 竟然沒有找專業的律師 第三方公正單位 你說禮拜六 你說他禮拜六在查照 不是說我自己查就好了 對啊 要有第三方公正律師 否則那是沒有效益的 而且還要有第三方公正的會計師 不然都是你們內部 謝哲大會跟說謊大會而已 裡面唯一一個 有律師資格的人叫誰 黃珊珊 黃珊 結果你們就全部都聽黃珊珊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柯文哲一直在講說SOP 他講說他智商157 第一個他非常笨 第二個是 他完全沒有SOP 完全沒有概念 這種那麼嚴重的事情 你當然要跳脫出你的高度了嘛 你要去知道 到底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對 該查帳就查帳嘛 第二件事情 開了一場無意義的記者會 大家再問你916萬金流 你就全部交代清楚就好了嘛 你自己還去查了之後 告訴大家說 不是916萬 我們是將近2000萬 15個誤報的 還有兩個誤報的 還有關鍵都是端木正的錯 都是端木正的錯 全部推給他 結果火越燒越旺 提油救火 第三個叫做什麼 無厘頭的直播 那一場記者會講不清楚 他又跑去黃國昌的直播取暖 想要讓小草說你們不要走 阿伯一直在這裡 他在講什麼 下一次的選舉 我要寫SOP 這個已經是做假葬的法律問題了 SOP監察院早就多年都有了 還希望你柯文哲 至上157來寫嗎 對不對 而且我跟大家說 你只要相信黃珊珊 七七慘慘七七 真的假的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這樣講 還有一句話說什麼 挖刷幫 挖水最老 挖地條西地木 他就這樣的嗎 就是這樣 結果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樣說 你過去跟黃珊珊一樣 有交手經驗的 而且是專業律師 他說 他只要問到黃珊珊 關於律師的見解的時候 黃珊珊給的答案 永遠都會讓人家眼珠子掉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是政治人 對 他在思考的時候 他會先以政治操作為主 而不是向律師去幫你釐清問題 所以柯文哲 你一路的相信黃珊珊 那就難怪是這個結果 你再問一個問題是 今天剛剛講的 兵分欺路 然後我搜索這麼多人 李文玉她的妹妹也變被告了 剛剛講端木正也是被告 甚至剛剛講的戴麗玲 也是證人身份 而且第一個搜索約談的是誰 第一個搜索約談的就是戴麗玲 跟你說你看了半天 你就少了一個人 少了誰 少了黃珊珊 為了什麼少黃珊珊 戴麗玲的街頭是誰 黃珊珊 競選總部的總幹事是誰 黃珊珊 那整個查賬 也就是帳目 誰要做最大的負責人 黃珊珊 誰找的財務總管 黃珊珊 結果你是所有的keyman 你是所有的核心 結果李文中也找了 李文娟也找了 戴麗玲也找了 所有人都找了 黃珊珊不見了 代表人跟我問一下 這神奇事件 第一時間會爆發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就是尼奧跟時樂這兩家公司嘛 沒有這兩家公司 就沒有後面的風風火火 但這兩家公司是誰引進來的 黃珊珊啊 戴麗玲是黃珊珊的好朋友嘛 山友友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檢調 要傳喚戴麗玲的話 今天最應該要傳喚的人是誰 應該是黃珊珊 結果沒有黃珊珊 因為在林志祺我講 當時有人問他這解釋的時候 他馬上就去問黃珊珊 是因為黃珊珊已讀不悔 沒有處理 他才把他給病出來的 而且黃珊珊直接在臉書說什麼 戴麗玲是我的好朋友 我戴麗玲也說不是啊 我跟黃珊珊不是好朋友 黃珊珊她是我好朋友 所以你看 沒約談黃珊珊 好那我們不談戴麗玲的角度 談第二個角度 請問一下如果從競選總部的角度來看 今天每一筆帳 每一筆金流 每一筆支出 都要經過一個人 這個人叫什麼 叫做總幹事 那請問一下總幹事是誰 黃珊珊 應該是黃珊珊 為什麼也沒有約談黃珊珊 我覺得他今天非常妙 是說他今天沒有想到 端附正這麼惡劣 也沒有想到一個會計師敢做這種事情 可是我要問的是 我們今天不是講嗎 任何公司裡面 你今天做帳的跟你查帳的 跟你簽合的要完全不同的人 你怎麼會都交給同一個人 交給同一個人的時候出錯 你說都是差錯 可是問題是 一開始誰做這個決定的 做這種決定的人 本來就該殺頭的 黃珊珊這是第三件事情 如果說今天大家把錯推個端木證 好我接受這個說法 但請問一下端木證 為什麼可以游泳監察院的 我們講的他帳號裡面的使用權限 因為使用權限只有六個喔 端木證就占了兩個 那誰可以做這個決定說 把這個使用權限給端木證 黃珊珊 黃珊珊 又是黃珊珊 結果都沒有查黃珊珊 我剛剛保證百分之一百 絕對是黃珊珊 把這個權限給端木證的嘛 為什麼 端木證事實上一直以來 就是被大家認為是黃珊珊的人馬 真的假的 我們講到這邊你是不是覺得 我們還考上是聊鬼故事了 戴麗麟也是黃珊珊的人 端木證也是黃珊珊 端木證也是黃珊珊的人 偏偏不查黃珊珊 所以你這時候看柯文哲 然後要告端木證也是他 對 各位 你這時候看柯文哲你就懂了嘛 為什麼他一定要用中評會 說敢在禮拜五 剛才董事長跟我們講了嘛 絕對要辦黃珊珊 各位啊 你不要誤會了 李文中那個根本是玩虛的 你知道為什麼玩虛的嗎 李文中黨權被挺了 他可以幹嘛 他可以幹嘛 完全無所謂啊 我能怎樣 他不是不分區立委 對 今天唯一會有厲害關係的 就是黃珊珊 所以柯文哲他大夢初醒 你知道嗎 去人不明 用人不當 是人不明 用人不當 這兩句都套在黃珊珊 為什麼 去年六月的時候 我跟物資家董事長 我們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黃珊珊是小嬰女孩 黃珊珊是內鬼 黃珊珊會把你害死 各位不相信去掉以前的關鍵時刻 我們兩個有嘴 說到沒嘴 說到嘴上都會打架 就是早就跟你講黃珊珊的家 我有問題啊 但是你知道嗎 我其實剛剛講 為什麼對柯文哲有很多的意見 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什麼 之前不是講 你說六點嫌疑沒有欠 沒有欠沒有欠了以後 就是以黃珊珊 以這個陳志漢 兩個人為首 講說沒有 不是讓3%是讓6% 我們好歹也有做過很多民調吧 我們好歹也有做過很多民調吧 我們什麼時候知道有什麼的6% 他們還可以什麼 完全黑的說成白的 然後呢 你還可以用這個理直氣壯 我想說 怎麼可以一個人 整個說正氣凜然說謊話 如果有一個人 他可以做到正氣凜然說謊話的時候 我一定要近而遠距 對吧 所以民眾黨有兩尊神 一尊那是柯文哲 現在已經下生產 另外一尊就叫黃珊珊珊 什麼什麼大明星啊 什麼講都沒在跟你怕的 來我一個清楚各位聽 各位台北市長那時候 最後倒數一個禮拜的時候 有做一份民調 黃珊珊說我的民調第一名 各位還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不要以為大家都忘了 結果選出來黃珊珊第幾名 第三名 黃珊珊有沒有一句道歉 有沒有跟你一句解釋 沒有 完全毫無所謂的拍拍屁股 就走人 解釋都沒解釋 結果更了不起的是什麼 到了總統大選期間 拿了趨勢拿了求證 我們昨天介紹兩家超級貴 而且超級不準的民調 跟柯文哲講說什麼 阿伯拼下去 阿伯你一定會當選 然後還跟國民黨嗆聲說什麼 讓你們6%啦 講得很大聲 結果寶傑哥 最後開出來的時候 民眾黨第幾名 第三 潮水退了 所以現在有人講 黃珊珊幫著柯文哲做三件事情 假賬 假民調 假募愧 都是假的 但是黃珊珊完全 他臉皮呢 渣都不會渣 臉皮動都不會動 子彈都打不穿 為什麼 他就是敢阿 你看到現在為止 我們講今天這個會計事件 很顯而易見的 他自己是競選總幹事 他把權限給端木正 每一筆支出都要經過他簽名 每一筆支出都要經過他考 他搞得清清楚楚 結果他也竟然有這個臉皮 有這個厚度 這個大明星說 都是端木正的錯 那端木正他引進來的人 更了不起的是什麼 為了保自己不分區的位置 因為現在柯文哲要開打了嘛 下午什麼 早上告不成 我下午告 還幹嘛 玩一出周瑜打黃蓋 自己找的人 自己殺給你看 把端木正就這樣一腳踹出去 不是毛傑哥啊 我跟你講柯文哲從頭到尾 你知道他是死在誰手上了嗎 就是黃珊珊手上 如果沒有黃珊珊這個人物 柯文哲不會死那麼快 而且我們這樣 你不是講嗎 現在很妙的是你柯文哲一直講說 你很求你需要小少的支持 可是你所有東西都是虛報 而且不但虛報幾% 虛報幾倍 就大家去查你黃珊珊 當年在選台北市場的時候一樣 同樣一個場地 同樣的一個活動 結果你辦的錢 是人家講萬安的好幾倍 對 因為各位我們對照一下 當時各位啊 那時候還有在抱怨說 哎呀你怎麼把兩家廠商呢 都是我們講 同一家廠商都給兩個候選人用 你這個雙邊助選擇對不對 而且都是你要 對 都是你要 講這個話我覺得可以可以接受 你不能兩邊踩都賺嘛 但是各位我們仔細看明目 我們發現大不相同 你知道為什麼嗎 黃珊珊總共辦了三場造勢 其中10月的11月的 11月25號選前之夜 超級經營總動員 把你剛剛你知道 總共花了多少錢嗎 這三場造勢 三千五百四十萬 這樣聽你沒感覺 然後你說雨薛 啊造勢場合就很貴啊 不然你要怎麼來 我請你給你聽 結果尼奧也幫蔣萬安辦了一場造勢 選前之夜喔 老闆哥你猜猜看多少錢 多少錢 兩百八十萬 那查誰 查了十幾倍 所以黃珊珊已經不是第一天 幹這種事情了 從以前她的造勢場合 就特別會灌灌的十幾倍 結果沒有想到自己灌完 換灌柯文哲 一路灌到現在 灌到什麼 灌到現在 整個水牛皮被戳破了 減掉進來了 出了事情了 結果黃珊珊在幹嘛 她還是那個大明星 她還在告人 好 惠神 你說當什麼是簽了六點協議 以後呢 出來了以後就看到 我們的戰狼小姐姐 開始都有點流眼淚 然後都說我一定要拼到底 義無反顧拼一次 你說你現在懂了 為什麼要義無反顧拼一次 因為不拼下去的話 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捐款 沒有那麼多的捐款的話 大水場裡面沒有水的話 大家都沒水喝 所以這就是他們 一定要選到底的原因 這樣子 我覺得今天最弔詭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說所有事情 都是黃珊珊搞的 那你看被告上面有黃珊珊嗎 沒有 那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 因為她有權無責 厲不厲害 我跟你講這非常厲害 剛剛的那個 你要看喔 你要看她的資料是什麼 她說根據業務登載不實 跟公務人員使人不實這個罪 簡單來講 她現在是整個檢調 是查金流 所以你抓了一個大掌櫃 誰是大掌櫃 就是李文娟 李文娟這個大掌櫃 是橫跨三個帳本 一個帳本競選總部 一個帳本是基金會 一個帳本是木可公司 現在其實檢調 只要去突破一件事情 木可是不是柯文哲的人頭公司 木可公司的金流 有沒有留到柯文哲私人帳戶裡面 只要突破這一點 事實上柯文哲的洗錢罪 就跑不掉了 洗錢罪 那個洗錢罪很明顯的洗錢 第二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的 所以她是查金流對不對 那個黃珊珊 雖然她是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但是那一天在記者會上 李文中親自跳出來說 我是進總的一個財務部的頭 然後呢 那個木可公司的負責人 其實也是我 然後呢 那個端木正是主要是負責 我們的會計師簽帳的 她有提到黃珊珊嗎 沒有啊 所以這就是她厲害的地方 你知道嗎 現在你巡線下去追 你竟然沒有看到黃珊珊 列證人或是列被告 對 所以這是一個我個人覺得 非常吊滾 而且也是非常高招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們剛剛講一大堆 什麼黃珊珊是競選的負責人 是競選總幹事 總幹事 是 我剛剛講我跑過來不是選舉 你知道嗎 競選總部的大小事情 你的人員 最重要你的經費 最後是誰去整個搞定的 總幹事啊 照理說 應該列證人啊 為什麼完全沒有 其實這個事情是很吊詭 然後再 再來第二件事情 我們都會認為說 那你戴麗麟明明是你這條線出事了 對啊 那你這條線出事 我依照黃珊珊 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區 你黃珊珊應該把這個責任區 給弄好嗎 講清楚嗎 結果沒有 結果整件事弄出來就說 這個確定沒有這張發票 所以在第一個時間前 黃珊珊是跳出來 直接跟那個陳志涵 直接把那個矛頭指向誰 端木正 端木正就是會計師 我跟你講在這種情況 你咬死會計師 你只會逼著會計師反彈 反撲 那反撲的人是誰 柯文哲 對呀 關黃珊珊 所以這整件事情 所以所有的動作都是搞死柯文哲 對 但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是 到現在去按鈴申告 端木正是誰 是黃珊珊 所有的事情 你都是看黃珊珊在負責 在主導 但是檢教真正查責任的時候 黃珊珊竟然連證人都排不上名 所以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要不然就是她真的 有做得非常厲害 她有權 但是卻不用負任何責任 要不然就是 也許有一些under table事情 是我們不是目前為止 還沒有扶出來的 而且像很多人講說 你誰都可以認 你不要去惹會計師 惹上端木正 而且端木正跟這個 所謂的柯文哲的關係 這麼密切 真的很危險嗎 我跟你講 為什麼不要惹會計師 因為所有帳都在她手上 而且現在 你看呢 我覺得現在檢調很明顯是 其他的什麼燈仔那個 他只是用燈仔不食這個罪進去 但是事實上她是要查金流 查帳本 查把這個大掌櫃的都抓 你說李文娟經得起押嗎 當然經不起 一講出來 所有三個帳本全部攤開來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陳佩琪 陳佩琪在這整件事情上 目前為止 應該沒有收到她吧 但是陳佩琪是最率先 被列為是被告的 為什麼 因為就是她開那個治療公司 對 然後就是因為她那個本身 有貪污的問題嘛 因為她是公務人員嘛 她是那個醫生 但現在問題來了喔 治療這間公司 因為市場上也有傳聞 整件事情會變咖 其實是因為內部內鬥 也就是反皇派的 一開始是來咬木可 結果木可這個帳 就稍稍燒到尼奧 燒到尼奧之後 尼奧就出了洞之後 他們這一部分的人 就開始切斷 然後就要進行相關的切割 可是人家就發現 治療這件事情 原來早在之前 就被人家檢舉了 所以治療不是這一件事情 早就被檢舉了 早就被檢舉了 所以也有一個傳聞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其實早 他們就是柯文哲夫妻黨 認為這個帳有問題 所以他們要另辟一個公司 來進一步取代 就等於是木可2.0公司 那換句話說 木可的這個帳 本來看起來應該就心有嫌性 所以柯文哲的那一句 我是人不明 用人不當 到底講的是黃珊珊 還是李文中 還是都有 其實大家都知道玩味 好 也不 我們以前看到的 我在跑民進黨 民進黨最喜歡罵國民黨 貪腐的時候 現在國民黨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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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都吃 就我跟他講 我現在看到柯文哲的帳 我也有這種感覺 你真的有沒吃到髒 沒沒吃到清腸 吃素食可以吃到九十六萬 吃素食吃到九十六萬 對 因為我覺得柯文哲的這一本帳 我覺得有非常非常多的貓膩 甚至有可能是臭不可聞 不堪檢驗 為什麼這樣講 他在一百一十三年 今年幾月投票 一月十三號 投票對不對 他一月七號 竟然去申報了一筆 大愛素食館 多少錢 九十六萬 結果我去查了這間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2023年其實已經卸業了 他卸業了 後來他改成咖啡廳 我算了一下 九十六萬可以喝幾杯咖啡 九千六百杯咖啡 然後你如果每天喝 一天要喝三百二十杯 連喝一個月才有辦法 這是2013年 就2024年一月七號 一月七號 雜誌支出 雜誌支出 支出對象給誰 大愛素食天地 大愛素食天地 給了多少錢 九十六萬 一百一十元 對 沒有一個餐廳 這種咖啡廳 一筆帳 可以報到九十六萬 我還特別去查了 因為這一間店咖啡廳 就在立法院的附近 結果賴清德 也有這一間店的申報 三筆加起來 大家知道多少錢嗎 多少錢 五千一百塊 結果賴清 那個結果柯文哲 一筆申報九十六萬 一百一十元 我要問柯文哲 你們競選總部 是怎麼喝的 怎麼吃的 這一天可以吃九十六萬 這一家的店 搞不好一個月的營業盒 都沒有九十六萬 是啊 所以你看他這店 小小間的 我剛剛有講 你要如果一杯咖啡 一百塊就好了 行情價嘛對不對 你要一天喝九千六百杯 如果你說你那一天 訂了九千六百杯 你就是會選嘛 超過三十塊嘛 那你這個錢 到底是怎麼報的 對 所以還有一個 大家在講匿名捐款 我還特別統計了一下 現在不是這個立頂公司說 他也有捐給柯文哲 對 結果他們刻意的 把它拆成小額匿名嘛 結果柯文哲呢 也是在三位總統候選人 匿名捐款的比例 也是最高的11.4% 那你到底要隱藏什麼 那更不用講 還有他2014年 跟2024年的對比 十年前十年後 對 他當時在選2014年的市長 他的三十支柯P新政的影片 才花了多少錢 三百五十萬 他現在做十三支影片吧 十四支 十四支影片 就花了一千萬 他的點擊數 點閱總數 還沒有人家當時2014年的那麼高 對 號稱最省錢 財政最有紀律的柯文哲 對 要求CP值最高的柯文哲 你能夠忍受這種事情 你現在跟大家講說 你示人不明用人不當 我覺得你是自己 可能眼睛都瞎了吧 瞎十年了啦 董事長 難怪說說 檢調單位現在動作這麼快 檢調單位也要跟這些公司賽跑 不然的話 我只要慢慢拍 這些公司一收掉 我真的就查不到了嗎 不會啦 這個沒有問題啦 所以我們現在 我現在檢調單位 昨天在台北市市調處 已經找到了 聽說戴小姐聯絡上 大概約談要碰面 她一定是 我相信那個 所以戴力林小姐已經公開講 請大家不要再來談 她是商友 她不承認這個事情 她馬上就麻煩了 她要去台北市調處報到 因為報到的結果 會什麼結果 不一定的 你知道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公司 一千萬包的一百萬的東西 所以賺了八九百萬嘛 差價八九百萬 就是掏空洗錢嘛 那這個老闆是誰 我當然知道了 就戴基權嘛 戴基權跟我是好朋友 我認識他很多年啊 我告訴你一個簡單的事情 柯文哲絕對不會照顧戴基權 戴基權是柯文哲封殺的人物 已經出局了 那為什麼戴基權能夠拿到這個身體 為什麼 因為中間有關鍵人嘛 中間人是關鍵 這中間人是誰是關鍵呢 就剛剛我們議員提到 昨天他們在記者會的時候 談到這個 這一筆一千萬的時候 對 時間的時候 黃珊珊就叫 找誰去回答問題啊 找哪一個啊 找我們陳志涵 小姐回答 他裡面每一個案子 都有類神通外鬼 他每一個工程發包 每一個物件的處理 他都有類神通外鬼 但是類神通外鬼的時候 那柯文哲呢 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 因為他賺大的嘛 可是他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那裡面有兩股主要勢力 就是陳志涵 每天黏著柯文哲 他們也搞一點 他們夫妻兩個搞一點 一個月薪水都很高了 然後黃珊珊也搞一點 所以黃珊珊就有這個什麼 你要食樂 我問你很簡單嘛 你相信一個公司 你要食樂 你開兩家公司 莫名其妙被人家登記成 這個 在總統大選裡面 你錢沒拿到 錢一毛沒拿到 名字寫在裡面 變逃漏稅 你被逃漏稅啊 對不對 你就莫名其妙 你的900多萬 然後你不繳稅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 那誰敢這樣搞你啊 這一定是自己人嘛 一定自己人嘛 你說不是一家人 不害自己人 WD很鐵的關係嘛 那這個東西就是 然後呢 你說這個 木可公司是誰的地盤 木可公司就是李文中的地盤嘛 那李文中看起來是 他現在賺了4千萬嘛 幫他賺4千萬 李英把這4千萬應該要給 柯文哲上繳的 對 現在因為現在東窗事發 他把他被人 現在風神賀利捐出來了 他要捐成公益嘛 對不對 這就是小偷被逮了 然後說我這個錢 不偷了 我捐成公益啦 然後這種小偷嘛 所以李文 李文娟跟李文中 都是這個柯文哲的白手套 都是專做小偷 偷他裡面 競選總部跟黨部的錢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分析層 有三塊勢力 在裡面一起A嘛 對不對 那所以柯文哲也知道啊 你們A你們 可是我也要一半 所以李文中代表他 那李文中昨天被 移送中平會 要異處嘛 對 那異處要等於開除他黨籍 李文中開除黨籍有個屁用 他會不怕 他從中國大陸回來的 他拿錢就走人了嘛 李文中現在麻煩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哪裡 李文中如果跟調查局 跟承認說這個4千萬 是柯文哲交代我做的 柯文哲完了 那就被柯文哲手使 對 叫他的白手套 去A民眾黨的錢 可是他不是好朋友 不會把他扛下來嗎 他扛下來要做五年牢 然後你要不要做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兩個法 可是我都要把錢捐了 我現在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我現在這筆錢要捐給社會 那個是你現在的行為 可是你中間的犯罪的那一段 跟你捐錢這段無關 他犯罪哪一段你知道嗎 哪一段 他成立一個公司 把民眾黨的錢A進來 然後另外一個 把你進種的錢A進來 這兩個A錢的動作叫做什麼 叫做背信 對不對 可是那背信也是柯文哲背信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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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柯文哲是民眾黨黨主席 這是公共利益 這是公家的錢 你把公家的錢 放到你的私人的口袋 這是剛剛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賄政剛剛講的 有很多人這樣子幹 那很多人這樣幹 問題是這個事情 不是你的錢 是小草的錢 所以這個都要背信 背信同時還有商業會計法 兩個案成立 我看最少 我看這個球刑很重 大概五年左右 你認為李文中會叛 會去幫柯文哲 不會嗎 當然不會 所以他只要一件事情 所以李文中為什麼 昨天叫他去 你說李文中有個大麻煩 第一個 你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第二個 你要是競選總部的 這個所謂的財務長 如果你不是財務長 你把這個錢 轉給了木可公司 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財務長 又把這個錢 用授權費轉給了木可公司 你就是 兩個事情就成立 所以我剛剛講的 商業會計法 跟背信跟侵占 偽造文書 通通成立 所以五年是他的機會 都三年以下徒刑 但都會判到滿 我又會判到滿 那判到滿 他只有一個方法 他在第一時間 就跑去跟調查局講說 不是我台 兇手不是我 人不是我台 人不是我台 是柯文哲幹的 他第一時間說 為什麼昨天檢察長 那麼緊張 昨天下命令就辦 然後昨天就要約這個 這個戴小姐 陳佩奇 如果他們早跟 早跟我們 早跟我們瑞德雄請教 當總顧問 給個五百萬的話 我跟你講 保證這個數字 兩百萬就可以了 兩百萬 我講多了 兩百萬就可以了 我現在講的問題就是說 他這一套東西 他老婆進去了 他高中同學進去了 他本人進去了 然後他兒子在日本讀書 也變成被告 這是柯文哲 IQ157 創了中華民國歷史的這個新高 然後他還有一種錢 大家還沒找到的 還有什麼錢 因為有一堆人 就我講 像我朋友給他是現金 一千萬帶回家 那我請問你 所以他老婆講一句話 我們家的錢是我管的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 拿了黑袋子進來 然後空手出去 當然沒有啊 因為那個人是他老公 他老公拿袋子進來 為什麼要拿黑袋子出去 他就回家睡覺了 然後另外 現在因為已經風聲鶴唳 我相信他錢都藏好了 他錢本來藏他家的 現在不敢藏他家了 錢應該藏在外面的地方 誰都不相信啊 所以這個事情 就檢調要去調查一下 我聽說柯文哲 對高科技很內行 所以他對比特幣很懂 比特幣也是這個方向 請台北資料處好好去查一下 柯文哲跟比特幣的關係 好 蘇佩 昨天就有一個記者會 你說你觀察到一個 非常有趣的現象 問到不同的問題的時候 就有不同的人來回答啊 是啊 剛剛大家講的說 這柯文哲的競選經費裡面 有一筆爛 一堆爛帳 而且給的東西 都是給到非常 讓人家不合情理 不合情的價格 你也選舉過 你也做民調過 你也競選過 裝潢過總部 有這種價錢的嗎 是啊 你知道我們 我們裝潢總部 很多都是用輸出而已 用什麼珍珠板輸出貼上去 或者是帆布輸出貼一貼 為什麼 三個月 五個月 那個地方就要還給人家的 怎麼可能去用高檔的裝潢嘛 所以一千多萬的裝潢費 然後兩百 將近兩百萬的設計費 這絕對都不是合情合理的價錢 那民調這件事情又更奇怪了嘛 哪有民調價錢差價這麼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自己沒做過民調啦 不過我有一次要去做的時候 因為我不是民調的這個常客 所以我臨時要去找民調公司 幫我做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因為你不是常客 人家開比較多貴啦 多少錢你知道嗎 三十萬 如果我不是常客 開的價錢是三十萬的話 為什麼柯文哲會有兩百多萬 然後做十次要九百萬的這個民調費 我覺得柯文哲號稱省展 要跟大家講清楚嘛 那所以剛剛大家講的是說 這些爛帳裡面 是不是都有人在做分配 某一個人負責什麼 然後分配多少的金額 所以就由他負責嘛 昨天柯文哲的這個 澄清記者會裡面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有個記者同時問到 尼奧KP秀 跟所謂的時間公司 一千萬這件事情 然後呢這個主持人 吳一軒就說 好 謝謝你的提問 我們就請我們的總幹事 黃珊珊來回答 結果黃珊珊瞬間就不回答 一直看著吳一軒跟他比 那個比 比這樣 他的意思就是說什麼 尼奧這件事情我來回答 時間這個事情要由陳志涵回答 所以他比的 吳一軒看不看得懂 看得懂啊 吳一軒馬上接下來話講就是說 好 尼奧這件事情 就由黃珊珊總幹事來回答 然後時間這間公司的問題 就由副總幹事陳志涵來回答嘛 所以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柯文哲的進總不是一體的 黃珊珊是競選總幹事 不管是給時間的錢 給尼奧的錢 給時樂的錢 甚至給裝潢的費 你都要一清二楚才知道啊 對 怎麼會你自己完全不清楚 對 而且在爆出來這個 尼奧跟十樂的帳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怎麼講 他第一時間講說 這是低級的錯誤 非常嚴重的錯誤 我要求民眾黨黨部出來講清楚 你有聽清楚嗎 民眾黨黨部耶 這筆帳是什麼帳 這筆帳是柯文哲競選總部的帳 誰該負責 總幹事要負責 出了大皮肉之後 黃珊珊居然要進總來講清楚耶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一個超不負責任的總幹事嘛 對 要不是超不負責任 要不然就是這裡面 有很多不可回答的地方嘛 另外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 我觀察到的事情啦 這個戴麗玲呢 因為尼奧跟十樂被亂暴葬 所以非常生氣 就聲明說啊 不要再叫我的這個三姊妹了啦 我不是三姊妹 你在講的話我要告你啦 結果昨天黃珊珊開記者會的時候 怎麼講 人家問到他跟尼奧跟十樂的關係 他說沒有耶 我跟他是好朋友喔 對 戴女士是我的好朋友 是 可是戴麗玲說 不是 我不是三姊妹 然後黃珊珊說 他是我的好朋友 這所以這到底裡面有什麼樣的 這個有趣的 這個貓膩 我覺得這值得大家再去觀察啦 好 所以惠珊 你大概沒有想過說 現在政治人物比商人還會賺錢 沒有想到 灌水可以灌成這樣子 而且你跟他講 真的大家都有分工的 是 而且 可是我整件事情 我現在仔細看 我覺得柯文哲一定得罪很多人 你看這些公司的名稱 木可就柯嘛 尼奧死了 尼奧死了嘛 然後還跟你時間有限公司 誰開公司名稱 會叫時間有限啊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我不知道說他們到底是要來幫柯文哲 還是因為 柯文哲你要死了 時間有限 對啊 太奇怪了吧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覺得誰會開公司 會開時間有限啊 所以我覺得一整個很懸 會不會告 我怎麼被告寫的 名字上面就有啊 我都覺得很奇怪 對啊 但是喔 我覺得你要發現一個狀況是 現在大家都要跳船了 有沒有發現 誰跳船 尼奧跟實樂第一個跳船嘛 對 他說我沒有收到 也不能說跳船 人家就說他就真的沒有收到嘛 他要跳船 可是黃三三也沒有讓他跳 沒有 他是我好朋友 對 就是態度有點奇怪 再來誰跳船 那天安達公司說沒有喔 我只是作帳喔 我跟他沒有任何關係喔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大家旁邊這一些 全部都切得很乾淨 那到底為什麼 我覺得是某一種程度上 他們也知道這水很深 那為什麼水很深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光是授權費這件事情 明明誰去註冊 誰去申請 Keep Promise的商標權 柯文哲 就你柯文哲啊 柯文哲本人 而且你柯文哲本人 如果說你一心為了民眾黨 你認為民眾黨跟我柯文哲中間 沒有任何距離 我柯文哲就是 以民眾黨的黨主席為職制 那你就把Keep Promise的 這一個商標權 都給民眾黨不就好了嗎 所有廠商幹嘛 你要什麼授權費 通常是不授授權費 可是你要的話 你也是給你民眾嘛 結果他沒有 他弄了一個木可公司 私人公司 然後給他 然後所有錢 連你民眾黨 都要給他授權費 所以這就讓我想到了 我以前在跑財經的時候 我常常就問一些 我就想說 欸不對耶 為什麼喔 這些幾家公司喔 比如說你開了一家 有一個醫院啊 為什麼去弄這個醫療器材呢 你的醫院採購醫療器材 這幾家公司後面的 好像都是黃清國企耶 他說 不然耶 我說不對啊 那你可以比價什麼 他說 肥水不弱外輪田 要賺自己賺啊 開開公司的賺自己賺 後來我講說 喔 有這一招喔 他說有啊 有的集團很大 很多每一個 有的是那種什麼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你要採購一些食品 採購一些用品 採購一些商品 每一個買油的是一條線 採購日常用品的是一條線 什麼是一條線 每一條線都有不同人的地盤 所以現在回來看 有道理啊 有沒有 鋼鐵要了 那個時間的問題 誰要回答啊 陳志涵回答 你要食樂的問題誰回答啊 黃珊珊回答 所以換句話說 每一個人下面都有自己的這條線 只是我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 他們下面的這一些所謂的承包商 是真的 就變成是很單純的是收錢而已 還是就是收錢辦事而已 還是某一種程度 他們也有涉入這一池 非常深的水當中 真的 你跟你講喔 現在北檢這麼 王俊立這麼快的動作 就是要趕時間 這趕時間絕對不會拖下來 你說現在真的很多東西 都已經到檢調手上了 對 沒有錯 那麼剛剛董事長講說 是下午的時候呢 那麼檢調單位動作嘛 其實是中午的時候就開始了 中午的時候就開始 動作非常快 那麼在這裡要鼓勵一下 如果檢調單位辦 每個重大案件 都像這樣的一個精神的話 該有多好 不過我覺得 那麼好像有些人 想把事情鬧得更大一點 比如說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 剛剛委託的律師幹嘛 他要告 那麼麗鼎跟相關的 這個叫Sky的製程之前 這個木可公司的總經理嘛 他要告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說他們在電視上說 或者是透過媒體說 這個麗鼎是說 他們有1300萬沒有拿到錢嘛 還付債 對不起還付等等這些事情 另外一位Sky說 他們不是他的這個前總經理 否則拿得出健保勞保等等 他要告他們嘛 我會建議這個律師啊 那你要先把律師費先拿到手 為什麼 因為木可公司馬上要清算要結束 沒有這家公司了 你不要跟木可公司這個 接這個case 你要跟他 木可公司的負責人 不管是李文健還是李文中 那直接先把律師費拿到再去告 為什麼 以免到時候木可 直接結束清算了嘛 那木可的錢很奇怪 木可的錢從這個等於說 柯文哲這個經紀人總部這邊 賺到的錢 現在說要清算以後 要捐出去 就給誰啊 就給柯文哲 我跟你講 柯文哲以前都罵 台灣政治人物都有基金會 想柯文哲就沒有一間 那個所謂的基金會 他有兩間 所以是不是把錢要捐給 柯文哲的基金會 大家等著瞧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各位知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陳佩奇會突然間講這些話 因為陳佩奇現在面臨到一個大麻煩 陳佩奇我問大家 你們相不相信陳佩奇 用他兒子 也就是陳佩奇口中別人的名義 來成立一家公司 是為了要開咖啡店 誰相信 我問你誰相信 開咖啡店 你等到時候 你已經不是公務人員的 9月27號退休以後 再來開咖啡店不就好了嗎 我絕對不相信 因為你的營業項目裡面申請 包括有民調 民調就是董事長 美麗島電子報的最大的心理等級痛 因為他做了一百多 都還不如人家做了不到十四 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他連民調都有 就是沒有經營咖啡店 所以呢我問你 他真的成立用他兒子的做人頭 虛設行號來成立這家公司 真的只是為了要開咖啡店嗎 當然不是 至少我不相信 那他幹嘛 他要幹嘛 他顯然要取而代之 最可能就是取而代之 木可公關公司嘛 他要做這樣一個動作嘛 所以呢事實上這些錢 可以告訴大家 還有在這裡特別跟大家講 就是柯文哲不是 對錢盡盡計較嗎 你沒有發現很奇怪 他們不是號稱是 週休二日搞到現在 弄那麼久的工 弄那麼久了 已經弄那麼久了 還找出什麼十幾筆 十七筆什麼 一千八百多萬 最後發現是 端木正這個會計師 自己亂搞自己調節 這樣子嘛 你知道嗎 柯文哲的解釋 跟他的團隊解釋說 因為第一次選總統 沒有這個經驗 請問一下柯文哲 柯文哲2014年跟2018年 有沒有選過台北市長 有選過 你知不知道嗎 柯文哲2014年 不要講那個MG149 柯文哲2014年選台北市長 各位不相信你 現在上網去打 馬上把2014年 所有的支出跟收入 明細清清楚楚 告訴各位 清楚到什麼樣的階段 連十塊錢的會會上面都有 當時2014年 也就是十年前 柯文哲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連十塊都清清楚楚 垃圾 桶礦 捲水 什麼西蘭谷糖 全部都寫在上面 所有的每一個餐廢 買過多少便當 買了幾支筆 清清楚楚 十年前的柯文哲 他每一筆錢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不怕你看 請問到現在為止 他有把這些所有錢 上網給大家看 所有的單據 公布在網路上 以招公信嗎 完全沒有 而且這一場的風暴怎麼來的 這一場的風暴就是 大家去看 整個競選總部的費用裡面 付給木可公司 竟然有好幾筆的所謂的授權費 授權費加起來1300多萬 大家覺得不對啊 今天這個KP 不是所謂的柯文哲專屬嗎 今天柯文哲的頭像 柯文哲的KP 交給了木可公司 應該木可公司給柯文哲 怎麼可能柯文哲 給木可公司錢呢 我們再查去更誇張的是 原來在去年 也就是2023年 柯文哲已經有自己的個人名義 個人名義已經申請了 KP 這個logo 作為他的個人 這個是他個人私人財產 你既然已經是你的私人財產 為什麼 你這個私人財產的logo 私人財產的標章 現在全部歸給了木可公司 本家哥其實就是八個字 然後八個字 圖利木可 掏空盡走 為什麼要圖利木可 掏空盡走 我以前在跑新聞的時候 就有人跟我說 有一些要求 古老闆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他會掏空他的公司 對 但是會把錢做到自己的私人公司 因為公司如果是上市櫃公司 那是股東的 大家的 對 如果呢我的公司賠錢 但是誰賺錢 我的供應商賺錢 供應商是誰 就是我自己的公司 所以這一種就會變成是 老闆的私人公司賺錢 但是上市那家公司 還是賠錢 所以這就叫掏空 掏空大公司 然後圖利自己的小公司 一樣的狀況啊 你現在在柯文哲身上 看到一模一樣的狀況 要類似要太鼓的手法 要太鼓 要太鼓 怎麼要要太鼓呢 說一句實在話 你柯文哲是民眾黨的黨主席 你柯文哲自己的商標權 不是就給民眾黨就用嗎 是不是這樣 我們照理想是這樣啊 他就不是 柯文哲不是民眾黨的柯文哲 柯文哲不是民眾黨的柯文哲 叫做公殺小偉 就是這樣 因為你看喔 他在2023年的5月的時候 柯文哲本人去申請他自己的 這個Kpromise的這個註冊 他講的是本個人名義 申請了KP的註冊商標 對 然後到了2023年11月16號 才正式獲得這個核准 2024年的1月 才取得這個註冊登記 好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柯文哲同時又做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他竟然簽署了一個專屬授權合約 給木可公司 然後意思就是說 我的這個個人的專屬合約 給木可公司 所以任何人要生產木可的一個小物 這個商標 全部都要跟木可公司 花錢買授權 剛剛講到喔 這個KP KPromise的這個商標 所有人是柯文哲 他的商標名字就是KP 設計字就是KPromise 然後跟他講 這就是一個商標 連你的申請字號編號 連註冊公告 註冊的時間是2024年的1月16號 全部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好 那這個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 誰是KP的這個 所謂的商標的所有權人 申請時間 2023年5月22號 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權人 是誰是柯文哲 那你就想說 那如果是在那裡是黨主席 那你幹嘛還要有授權費 不對 因為柯文哲跟木可公司 簽了一個私約 私約就是 木可公司擁有我這一個 KPromise的 專屬的一個合約權 所以 柯文哲把自己賣給木可 對 然後賣給木可之後 任何一家 任何的廠商 要做這個木可小物 KRP小物的這個東西 全部都要花錢 跟木可去取得這個授權 所以所有的授權 不是就回到了木可手上嗎 對 回到了木可手上之後 那木可是不是要按照私約 再把這個權回給柯文哲 所以就很好笑 變成民眾黨 假設你要生產柯P小物 民眾黨必須要付錢給木可 木可取得這個授權的錢之後 再把最後這個所有這個錢 回給誰 回給柯文哲本人 所以換句話說 柯文哲跟民眾黨 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的 剛才講 他還有擁有這個智慧財產權 也就是任何人 你要上傳刊載 傳送輸入 任何木可的文字圖片 檔案說明的話 你一定要上載輸入 提供木可的同意 才可以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從頭到尾都搞錯一件事情 我們從頭到尾都把柯文哲 跟民眾黨畫上等號 所以我們就心裡想說 奇怪 柯文哲的東西的臉 肖像權 什麼Keep Promise 就是柯文哲 就是民眾黨的 為什麼民眾黨還要付授權費 給這個木可公司 很簡單 因為你如果 你民眾黨要生產 所有的相關的小物 你就必須付錢給 木可公司 因為柯文哲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柯文哲就是要 圖立木可 掏空盡走 木可賺寶寶 這個錢才有可能 回到他本人身上 剛剛瑞德有講 現在剪刀單位 一定要動作快 因為昨天我覺得也非常妙 你的記者會的第一個動作 居然發了一個聲明稿 發了一個聲明稿 就說 木可公司要解散了 這個一解散以後 他就開始囂張 囂張了以後就會查不到嗎 文件上的東西 你說紙本可能會查不到 可是金流 錢會過來錢會過去 怎麼可能查不到 除非全部都用現金 除非好 就算你是用現金 那也有最後一個提款人 誰去提了這些錢 其實查了一清二楚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你只要回到一件事 柯文哲 如果你每一筆錢 原本就是想 我要留給民眾黨 你就讓禁總 所有花費全部都禁總 弄就好嘛 因為所有禁總 余剩餘的錢 本來就可以捐給你自己的基金會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你柯文哲儲清機率 弄了一個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是民間的企業 到現在目前為止 柯文哲跟木可公司 到底是什麼關係 沒有人講清楚 但是聽起來 好像說關就關 說開就開 然後聲明還可以超過你發 而且還可以把我自己註冊的商標 給你用 是 那我要用這個禁選總部 要用商標還可以用授權費 所以看出來一件事情 木可公司跟柯文的距離 遠比民眾黨跟柯文的距離 還要來得近 不然照理說 你的商標一定是給你民眾黨 就像吳董最喜歡講的 千里為官只為財 我搞了這麼大的選舉 重點不在競選總部在木可 重點在木可 其實重點也不在木可 重點是要回到我這邊 這才是所有的 所以再記住我剛剛講的那句話 夭壽的 全部都開工家的 都賺自己的同樣的狀況 我只是沒有想到 原來商業的經營圈 現在弄到了柯文哲民眾黨的經營圈 所以卡提諾商學院 原來是這樣搞的 你也跑了很久的很久的這個陣子 看過很多很多的環境 我看這次也讓你大開眼界吧 寶貝我要先回應你剛剛講一句話 你說完蛋了 今天會不會查不到 不會 你知道為什麼不會嗎 因為檢調已經查到了 檢調查了 檢調已經查到了 檢調說什麼 各位檢調說 木可公司在今年 我幫大家更正一下 他說真的有匯錢 他說去年因為他們沒有賺錢 所以沒有辦法匯 今年匯了 你知道匯多少錢嗎 我跟你講問號 現在不知道會多少錢 因為他說 黃珊珊公布的金額是170萬 但是說他們去查到的金流呢 超過 遠遠超過170萬 遠遠超過 現在寶貝跟他問一下 有入賬的是170萬 那遠遠超過170萬 剩下來的錢去哪裡 去哪了 當然是去到某人的口袋啊 某人去到哪裡 我給你500萬 我給你1000萬 結果你報賬只報了170萬 那剩下來的錢 你不就自己拿到自己的口袋去了 這檢調講的啊 那我再問第二個問題喔 這檢調怎麼會有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不是媒體提報嘛 不是說我們今天罵木可嘛 是檢調早就盯上你了嘛 他有去擠查你的金流 所以為什麼王俊麗說 我北檢要分案調查 對 他一定是有確切實證在手上 他不可能看媒體辦案了嘛 所以已經查了 已經查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 再來因為他還有怎樣 查了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查了第二件事情嗎 授權費 就我們剛才講的 會是不是幫我們解釋得很清楚 莫名其妙欸 你等於說 我把柯文哲的肖像權 給木可使用 然後我民眾黨還要跟你買 所以簡單說 這個東西大有問題嘛 沒有人像你這樣搞了吧 所以要是授權費 我也要查 我再補充一下 如果我記憶沒錯的話 當時扁茂工廠的那個授權 那個商標 是扁茂工廠的商標 還不是個人 陳水扁個人的商標 結果你是 柯文哲個人申請的商標 給了木可公司 讓所有的 連你的競選總部 跟木可公司要 你都還要給錢 再來第三件事情 怪是怪的哪裡 我跟你講這都完蛋 全部都成堂證供喔 第一件事情說 端木正會計師 誰替他掛保證的 民眾黨說 你們這些人不要胡說八道 我們經過會計師合法的公證呢 可以供大家來檢視 這民眾黨講的 民眾黨講的 那就隔天民眾黨說什麼 整個會計師不能檢視啊 這會計師亂七八糟啊 都民眾黨講的 對不對 他講說 我跟你講 什麼授權費 你們不要胡說八道 我跟你講這個是什麼 商品管理倉儲物流 設計到甚至生產 我們是給這筆費用啊 這個是誰講的 也是民眾黨講的 結果現在是誰講說 搞錯了 會正講了吧 說不是啊 你柯文哲真的 就是把授權給人家了 寫在官方網上清清楚楚 對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東西都會變成什麼 陳堂陣控 檢察官就問你們 所以授權費到底是什麼 欸欸不對喔 你說是授權 可是你先前不是這樣講 完蛋你有問題 對不對 直接就壓了嘛 那你包括所有的細項 我跟你講柯文哲現在完蛋 為什麼越聊越爆 仔細看喔 昨天黃珊珊在那邊 很緊張 就知道你們說 你不要再講了 你不要再講了 你講太多了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嗎 為什麼 因為他說不肯網站 真的有寫授權費 你不要再亂講了啦 那個誰啊 那個誰李文聰 他說授權費是什麼 商品管理啊 物流啊 我產品要生產 那是請委託他 他說不是啊 官方不是這樣寫的 亂講一通 我跟你講李文聰保證被壓 你講的跟現實玩就不一樣嘛 你是在光天畫一下龜扯蛋啊 是不是寶寧哥 你知道為什麼柯文哲喔 跑到了黃國昌直播 哦 油頭乾明咧 你知道整個我們講神奇的 頭都抬不起來 他這頭都抬不起來 說我世人不明啊 但他沒有點名是誰 你知道為什麼他沒有點名是誰嗎 就想罵的人太多了 乾脆就罵世人不明吧 你不然你知道我還講了多少人 全部都還頭樓屎 根本沒有辦法講清楚 再寶寧哥 怪是怪的啊你知道嗎 柯文哲 你知道在他們小草沿西裡面 他的封號是什麼 流量天王 流量天王應該要自己開直播啊 那為什麼要找黃國昌開直播啊 因為他沒有流量了 對這是客觀上的理由對不對 但其實不是 因為柯文哲根本不知道有誰可以信任 今天他敢去找陳志涵開直播嗎 陳志涵就是一路把他害到現在這樣 害成這樣一直站一直站一直站 然後自己先倒在沙灘上的那個 他敢找黃珊珊開直播嗎 黃珊珊會不會害我 會不會捅我 你知道為什麼意思嗎 這些人全部各位 都是同案被告 這全部都會有問題的啊 對 這案件有幾個啊 我隨便行啊 彭正森嘛 都在金華城案嘛 甚至現金案嘛 他老婆也不能找嘛 因為他老婆開冷頭公司嘛 那裡面帳目不明嘛 所以對他來講 現在唯一民眾有清白的人是誰 黃國昌 對 就是完滅之後 你整個黨搞到這樣 就算黃國昌不想接黨主席 我跟你講啊 搞不好最後滅了 也死到沒有人 只剩下他一個人活著而已 好所以 所以該講 這個木可公司 還有現在 柯文哲的丘羅 還有他講今天的 世人不明 你非常熟悉他 因為你跟他打交道 打了這麼多年 他真的亂了 他真的怕了 當然是啊 昨天那個 這個直播上面 柯文哲那個皮皮剉的樣子 真的讓人家覺得很訝異嗎 你看他幾乎完全不敢 看鏡頭喔 然後從左右而言他喔 這種荒謬的狀況 柯文哲怎麼嗆人家的 是不是 這個直接就想說議員不用理他 對不對 然後這個直接有問題你就來查 那你現在怎麼不敢講 有問題就來查啊 我都公公真正沒有問題啊 他不敢講 不敢講的原因是什麼 木可查下去 欸出事嘛 剛剛惠真傑所講的 木可公司一千三百萬的授權費 之外咧 木可公司 你知道 你付了一千三百萬授權費給他 你柯文哲的競選總部 這個民眾黨第一時間回答是什麼 是說這一千三百萬啊 是給他的物流管理費 結果後來被查到啊 裡面有一個人叫做 李婉軒嘛 跟麗鼎去談合作的李婉軒嘛 人家這個 跟你要錢 你不但不讀不回 或者是已讀不回 還這個麗鼎還跟他講說 這個都是李婉軒的責任 阿伯不知情 結果這個李婉軒是誰啊 這個李婉軒 在柯文哲的政治獻金專戶裡面 是報薪資的員工欸 所以 你付了一千三百萬給木可 對 叫木可幫你管理這些競選小物 如果不是你所說的授權費的話 你叫他幫你管理競選小物 然後你還幫他付員工費 有這種道理 有這種道理 然後還倒人家貨款 那貨款聽說也不一千三百萬 還倒了麗鼎一千三百萬 不給人家 有這種道理 所以你說木可什麼都不用做 今天辦了一個演唱會 我從天上降來七十七萬 你就是說 你要弄得要死要活 阿伯在上面唱歌跳舞 結果木可什麼都不用做 七十七萬到我的口袋 你剛剛講說我什麼都不用做 授權費一千三百萬到我的口袋 連我要養的人 對 阿伯都把我出了 都記選總部出的 你有沒有覺得這件事情太荒唐嗎 所以為什麼昨天柯文哲的記者會裡面 要把所有的焦點放在端木正 不敢回來討論木可 因為端木正推責任就好了 他在轉移焦點 是 端木正是誰 端木正是我的不分區二十二名 是我的倍位立委 曾經我也讓他去擔任過富邦讀董 是我的中央委員 所以我推責任給他 剛剛好而已 為了要什麼 為了就是要逃避木可這件事情 被追蹤 那木可為什麼不能被追蹤 因為有太多不合理的狀況 所以說昨天演那麼大一出戲 都是在掩護木可 當然是啊 所以你看 木可之前在去年公佈競選小物的時候 李文中柯文哲的高中同學出來 他說他是誰 他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在木可公司的新聞稿裡面 都還寫著李文中就是木可的董事長 結果現在敢不敢承認 完全不敢承認 陳志涵被記者問到的時候 居然已讀不回耶 完全不敢回應這件事情 問題是為什麼 因為木可公司問題大了 如果進到木可公司的錢 剛剛講的他是有剩餘喔 他雖然有捐給民眾黨 但其他的剩餘的錢 到底到哪裡去 李文娟是代表人 但是如果李文娟被查之後 說錢沒有在我這裡喔 錢都是流到別人那邊去的時候 你覺得柯文哲還想要選嗎 還想要混嗎 我覺得他已經全部包起來了